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停不下来 什么事情停不下来 我们工作停不下来以外呢 还有人生的时间停不下来以外呢 到底什么东西会停不下来呢 全世界疯狂在晃动 还有更大的还没有来 我天哪 这晃动什么呢 当然了天地之间有很多东西会动啊 车子会动啊 飞机会动啊 轮船会动 接着下来是地球也会动哦 而24小时分分秒秒都在动 那动来动去呢 他要很平安哦 不要放动的太厉害 如果他是在疯狂的放动 到底会产生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呢 全球呢 发生了很多令人惊悚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环太平洋的火山带呢 太平洋火环带 就是这个地方 红色的这个部分 秘鲁巴西阿根廷 墨西哥美国加拿大 看到没有 菲律宾日本台湾 印尼 印尼也在这个菲律宾板块这边 马来西亚都是 所以你看亚洲国家 有菲律宾 印尼 马来西亚 日本跟台湾 那我们这两个国家 菲律宾 这跟印尼 这几个国家 很吓人 就是常常在大晃动 那加拿大 美国 墨西哥 巴西 秘� 阿根廷 这边也是经常 占了世界上火山的75%以上 都在火环带上面 全球90%的地震 都在这个地震带上面发生 多可怕 你看 所以我们是不是 好发地震 地震带呢 是的 我们在全球里面 我们地震带呢 是 我们在日本跟台湾的地震 是相当大的 相当多的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印尼 印尼最近又发生 7月2号 发生了6.4级的地震 来 接着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呢 每天都在震 台湾会在呢 欧亚大陆板块 跟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处呢 又在环太平洋火环带上 导致地震的发生 相当活跃 气象局统计呢 台湾平均一天 有100多个地震 100多个 你坐在家里 你没有感受到而已 规模6以上的地震 平均一年会有2.8个 将近三个 6规模以上的 3点多 4点多 5点多 2点多 经常在动 只是它 不会让你很惊悚而已 来接下来 台湾已进入地震活跃期 9月1大地震以后呢 就已经进入地震活跃期 根据过往的经验呢 活跃期呢 至少会维持60年 所以未来的60年 还有没有 我们921是在1999年 2000年 现在2023年 已经过了20多年了 那过了20多年呢 它活跃期是60年 所以我们未来的40年 我们非常谨慎 之后呢 才会进入大约40年的平静期 民众没有大意的本钱 随时都要做好防震准备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这60年当中的大震 好 去年呢 那2022年的9月呢 花年台东发生了呢 6.5级跟6.8级的大地震 时间发生6.5级 大家以为就啊 可能就没有了 没有想到隔天发生6.8级 瑞士规模 所以呢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是大意不得的 结果呢 柔长寸断 桥断了 车站毁了 道路呢 山路呢 土崩了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房屋倒塌了 整栋倒塌了 在转角的房屋整栋倒塌了 龟裂的就不用算了 那就根本也很多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地震 才6.8级的大地震 就会这样子的话呢 是不是也代表我们人类是非常脆弱 你说你在坚固的桥 在坚固的房子 所以呢 都会变成破壁残缘的话呢 好像打了一个大仗 好像那个有没有 乌克兰在打仗那样 啵那个炮弹就封下来 它可能比炮弹还要强烈好几百倍 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是好几千倍 像原子大山这样轰下来一样 所以我们没有大义的本钱 这个耗发期呢 在百年大震已经到来之前呢 一定要好好的跟大家提醒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全世界都在放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分析呢 加州30年内发生 瑞士规模8的超级强震几率为7个percent 很大耶 7个percent是很高的几率耶 而发生瑞士规模7的地震呢 北加州为68个percent 南加州有82个percent 这简直就是几乎都会发生的地方喔 南加州比北加州更严重 看到没有 82个percent 刚才说瑞士规模7喔 不是6喔 我们去年才发生6.5级跟6.8级瑞士规模 现在是7以上都有82%的几率跟68的几率 发生6跟7的规模的几率更是接近百分之百 所以呢关键是有超过70个percent的人口 都住在可能发生强症的断层周边30里以内 1906年吧 1906年旧金山三番西区口大地震 连三番西区口大桥全部都断裂了 而且爆发了复合性的灾难 日本的关东大地震呢 当时也是的很恐怖 那个大地震简直就是 惨绝人寰的大地震 虽然它的规模不是最强的 但是因为在中午 而且以前呢 日本很多木造房子 全部是什么 我们以前也很多 我们台湾也很多 乡下地方也很多 到现在还有 农室里面还有 好那木造房子在煮中午饭 结果呢 大地震一来 大家吓得往外逃 没有关炉火 也没有来不及关 有些是来不及关 根本都是用火柴木炭在烧 在烧 所以呢整个青岛以后呢 整个房舍全部都在火海一片 火海一片还不打紧哦 我要告诉各位 你知道烧到连河里面 海里面全部都是火 因为很多人呢 就是被火烧烫了以后呢 往河里跳 往海里跳 结果火海一片在河里跟海里面 海边就火海一片 河里面更是可怕 整条河几乎都是火 你逃到哪里都到处都是把你烧死的 不是地震震死的 那当然那个强震呢 防射倒塌非常严重 您不要说我在恐吓大家 没有老师是好意提醒大家 好不好 像这种复合性的灾难 如果发生的话是很恐怖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呢 不管从历史资料判断呢 还是观测未来 可能这一条火环带地震带 绝对不可小觑 从我们过往的经验 包括你看唐山大地震 唐山已经超过40年的大地震了 最近去年也开始有在放冻 所以在60年内 还会有继续大地震的发生 都有几率很高的 请大家务必要谨慎跟小心 地震带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 地震与德先生 东北角海域的海洋生态十分丰富 最近有潜水教练呢 在深奥浮潜教学时呢 拍到了难得一件俗称 地震鱼的石川四出气鸡鱼 这个叫地震鱼啊 这么长 这么大哦 你看到没有 眼睛在这儿 很长很长 叫地震鱼 也是目前台湾海域 现中最大的火体地震鱼 相传只要地震鱼出没 就会发生大地震 接下来 菲律宾规模6.2的地震 在这边 菲律宾北部的明都洛岛附近 6月15日上午 发生瑞士规模6.2地震 震源深度仅10公里 现在都是发生很浅沉的地震 首都马尼拉河附近的省份 都感受到了相当有感的摇晃 如果6.2级在10公里的话 那相当于呢 丢下了一颗原子炸弹一样 那样的感受 那接下来 墨西哥规模6.3的地震 在这里 墨西哥 墨西哥湾在这边 去美国地震调查局所资料 位在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湾 6月18日发生规模6.3 地震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 都是浅沉地震 看到了没有 非常浅的浅沉地震 虽然没有传说灾损 但墨西哥政府 我还是呼吁民众要随时留意以防灾资讯 我还是呼吁民众要随时留意以防灾资讯 去年的土耳其 有没有帮助他们救援呢 有 但是还是很多人从此罹患了 罹患了以后 死亡了 每一个国家死亡的都是几万人以上 那另外一个共产国家就死得更多了 因为我们无从查起 没有数据 他不会公布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大家非常小心 那印尼的海啸呢 印尼大地震那只海啸是9.1级 跟日本的三一大地震差不多 这两个大地震加上唐山大地震 这些都是非常敬悚的 全球发生大的灾难 50%以上都是发生在大地震上面 而且死亡人数之多 防射的损毁 以及呢 所有的灾难的损失呢 真的很惊悚的数字 所以我今天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 来我们继续看 印尼规模6.4的地震 7月3号晚上 印尼爪哇岛发生瑞士规模6.4的强震 你看到没有吓死人了 防射全倒了全塌了 你说人住在里面能活吗 好 震源深度值25公里 摇晃时间长达一分钟 一分钟什么概念 太恐怖了吧 摇一分钟不是摇20秒30秒 造成至少10人受伤 另有一人疑似于地震心脏并发出上升 水后又发生至少10区 他现在没有把地震后的灾难的人数 坡上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查到 不过我想像这样的灾难 应该不止死亡这样子 应该你看这个防射全倒了 如果来不及讨都压在瓦砾堆下了 对不对 好请大家务必要谨慎了 好接下来台湾 花莲外海规模3.1 7月4日 那这个3.1还好 那深度只有5公里看到没有 因为5公里跟10公里差了一半的路 你们知道 距离差了一半 深度 越浅层的地震 最近花莲发生的地震 在陆地的地震也都非常浅层 5点多公里7点多公里 所以他瑞士规模只要达到6以上 都非常令人惊悚 到2017 凯恩老师开始从海外回来的时候 我开始做了直播节目 那年我的大预言里面 你们去看一看 我的大预言就说 隔年要非常小心 在跨年的时候 结果发生在跨年初级 就发生了瑞士规模 6点几的地震 那一个 整个整栋大楼倒塌倾斜的 总共有4栋连大饭店都倾斜 倒塌 很可怕 所以 后来救援的时间还花了蛮长 现在修复了 修复了以后 2017到2018 跨年 那现在2018年初的时候 到现在 现在是2023年 已经5年前了 所以 我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 好不好 像这种 宜蘭花号都有两集 来 我们看 全球地震超过6以上的资讯 6月至今 才6月份到现在 总共几起 123456 67 8 9 10 11起 这边记录的是11起 印尼的主要打6.4期 6.9级 这个是大洋洲的东加群岛 那是经常在地震的地方 6级东加群岛 你看到没有 非洲南方6级 然后墨西哥加州湾是6.3 大洋洲的东加地区 你看哦 都在东加地区 6个占了3个 然后呢 大洋洲东加地区 又是第7个 又是占了第4个 好 又是东加6 好 来来来看一下 到这边呢 总共有几个东加 123 4 5个 占了一半以上 123 4 5 6 7 8个占了5个 在东加群岛 好 接下来呢 大洋洲的斐济群岛 南方 7.2 很大哦 7.2是相当大的 来6.9也是很大 7.2也很大 然后6.2 菲律宾的明多罗岛 罗澳 6.2 日本的北海道 日本北海道在6月11号的时候 有发生一个很大的6.2大地震 好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 好 就是说 浩发地震弹呢 并不是只有在台湾 东加群岛 这些 包括印尼 然后 日本 这些都是大地震的一个 经常发生的地区 跟国家 好 那我想地震包 你们准备好了 没有 这个还在提醒大家一次 最近呢 我跟大家讲 台湾呢 那个 今年年初到现在 光是士林地震了两次 士林 都是3.2级 3.4级吧 大家都不是很大 但是有感 非常有感 因为它浅沉地震 都相当有感 那 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它地震呢 根本不可能嘛 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火火山嘛 大屯山 七星山的火火山嘛 它总共有三个 三个出口 那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 已经告知大家 所以大屯山现在呢 已经来到不到8公里的 它如果喷发出来的话 是很大的岩浆 它的岩浆占了像台北市的一半地 那么大 那你就知道很惊悚吧 台北市有多大 你把它切成一半 你就知道那个岩浆库有多大 真令人害怕 如果它万一喷出来 如果有一种顺流的喷 还好 还可以来得及 如果是那种 喷得很高的那种 同时爆发喷很高那种 那个根本逃出来不及 然后呢 马上你会吸入性的窒息 因为它的烟灰 很快就扩散开来 扩散开来以后 所以你的包包里面 最好要有手帕 纸巾 湿纸巾 买一些湿纸巾在办公室或家里面 甚至你的包包要放几条 包包一定有湿纸巾 这个很重要 好不好 那湿纸巾最主要是你随时可以防御 这些万一发生的突发状况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呢 这个地震包准备好 饮用水粮食 医疗及清洁用品 还有呢 预寒的保暖的衣物 贵重的物品 鞋子其他用品 还有紧急避难包 注意的是像有 将包包呢 都放在家门口工作场所 像我的班旁边 在我的直播台旁边而已 我就放在那边 随时可以拿到 每半年检查你的避难包 备妥三日份的食物跟饮水 随时更新日期 然后呢 医家中成员需求呢 准备适当用品 有婴儿要放尿布 要放小孩的尿布 跟他的奶瓶 牛奶 加水 好不好 好 我想呢 这些对大家都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接下来呢 请大家呢 按赞分享 开订阅 按下小铃铛 以免错过最新的资讯 林海洋官方频道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自己的看法哦 好 希望大家呢 好好地备妥这些避难包 好 接下来呢 今年的台风也会很多 所以呢 整个声音现象呢 会让整个环太平洋的太平洋的火环带发生躁动以外呢 更可怕的是我们还要更小心 好最近呢 日本呢 长长的整片呢 海岸呢 不是染成红色就是都是呢 鱼类死成一片哦 这也代表什么呢 那些鱼爬上岸来 为什么呢 一定是海底下发生了很严重的地震 霍火山爆发 他们逃生出来了 所以呢 如果是比较浅诚的 你要知道日本哦 外海很多 跟我们台湾外海一样很多 我们是一个马尼亚海沟 它总共有三个海沟 所以为什么日本地震都这么大 你看它浮岛 还有星系哦 星系浮岛在这边 星系在这边 它是一个平衡线 我跟大家讲 浮岛在这边 我的手指头这边 看到没有 星系在这边 它因为它是长条形的哦 它的整个日本是这样长条形的 对不对 它的地形是长的 那它呢 浮岛发生过 311大地震 十多年前 现在星系这边也开始 所以呢 我之前有做过的地震的资讯给大家呢 也是提供给大家呢 更要注意的事情 每个月我都做一篇给大家 最主要原因是 不断的提醒大家 你不要说你预言都没有准 不准不是更好吗 你们希望很准嘛 没有不准 只是它不发生在我们国 台湾而已 哪有不准 都很准好不好 我发 我跟你讲我会有地名的那种 我好像 我都觉得我像低等动物 为什么 地震来前 来之前 大地震来之前 不管发生在任何国家 我在前一个小时 或者前一天 我都会感受到 所以为什么我预言地震 都很准就是有原因的 可能就是我是地之母吧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 帮海洋老师按赞分享订阅 开启小铃铛 不要错过最新资讯 林海洋的官方频道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自己的看法 谢谢你们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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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